最近一直有大家在討論這個學校到底要不要停課 那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目前中央的規定 你說一個同班同學一個確診 不管是九宮格 或是其他同學嚇到自己自動不來 或是怎樣 或是不管是放假三天或以前放假七天 事實真相就是我們目前台北市 我們看最上面那條線 就是我們台北市請防疫假的學生到底一天是多少 答案是這樣 五月十八號你知道 全部加起來是一萬九千人 他是最高的嗎 不是 我們曾經有超過兩萬人是請防疫假 所以我們這個學生裡面 明明就這麼多人在請假你知道 特別是小學生 感覺上好像國中高中 爸媽還比較安全 比較比較 不是比較安全 比較勇敢 你知道 小學生父母都保護得很徹底 所以這很明顯 小學生請防疫假的一大堆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想法是這樣 這個是實際的狀況嘛 我們請防疫假大概就兩萬人 那與其這樣你知道 現在又 考試又快到了 那又特別是 中央估計的紅紅你知道 在這個禮拜到下個禮拜 本來我們估計是16號到23號 因為大家比較slow down 你知道齁 所以估計應該是 另外也是黑數啦 看不清楚 所以大概在 就在這幾天 特別到下個禮拜 所以結論是這樣 既然實務上你知道齁 我們請防疫假的學生 就已經兩萬人了 所以乾脆這樣 下個禮拜開始你知道齁 國小國中高中你知道齁 我們就在實施遠距教學 但是這樣齁 有需要到學校來就來 所以要考試啦齁 可以返校實體辦理 所以5月23到5月27 我們在進行遠距教學 但是如果每個學校 授權每個學校自己決定 你需要回到學校就回到學校 那國三跟高三你知道齁 現在叫國九了齁 國三跟高三 這個我們從5月23期齁 就開始遠距教學 一直到畢業典禮 反正你們現在 對付的是聯考齁 那當然有需要回到學校齁 就回到學校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國三到高三 就從下個禮拜一開始 一直到畢業典禮 我們就遠距教學 需要回到學校 就回到學校 這個學校決定 那 其他的年級你知道齁 原則上就 再一個禮拜的遠距教學 但你會問說 5月27號以後 到時候再跟你們講 反正這個都動態的 所以就先這樣宣布 那 這個學校也可以召開這個 課發會 研套配套措施 如果需要實體課程 也可以辦理 所以原則上是 遠距教學 但是我們授權 每個學校可以自己決定 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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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